大家好,欢迎来到火焰新闻线 一人工作室制作不易 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的YouTube会员 俄乌战争进入第862天 昨天,俄军使用伊斯坎德尔再次袭击了乌克兰迈尔哥罗德空军基地 这是俄军连续第三天对该机场的第三次袭击 在第一天的袭击中 乌克兰空军承认有两架苏24受到损伤 而俄方宣称昨天摧毁了一架隐藏的密29战斗机 很明显,俄罗斯突然频繁袭击乌克兰机场 是要下阻F-16进入乌克兰 但这注定是徒劳的 乌克兰为了F-16的到来准备了一年 绝对不会摆在那里挨炸 根据卫星图像 麦尔哥罗德机场在第一天的袭击后 火速装上了自制的飞机掩体 有点固步一阵的意思 实际上F-16很可能不会停在已知的机场 且必定会受到爱国者防空系统的保护 当初俄罗斯间谍满世界找海马斯的那一幕 很可能又要重演了 乌军7月3日晚 对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 新罗西斯克的俄罗斯海军基础设施 进行了无人艇袭击 俄国防部称摧毁了三艘乌方无人艇 这次袭击似乎被俄军挫败 可见无人艇袭击要得手并不容易 乌克兰总理史米哈尔7月3日宣布 乌克兰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获得22亿美元资金 据介绍 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提供的 160亿美元资金的一部分 这些资金将帮助政府为关键预算支出 社会福利 医生和教师的工资提供资金 这已经是该组织的第五笔援助 该组织在全面入侵中提供的资金总额 超过了100亿美元 回到前线 过去24小时战况依旧 双方军没有取得明显进展 乌军进一步稳定了战线 巴赫木特战区目前已经基本确认 俄罗斯军队占领了查索夫亚尔东部的运河小区 目前战斗集中在江该地区与市中心分隔开来的运河周围 运河小区已经被俄军的炮火彻底摧毁 实在没法防守了 所以乌军才不得不撤退 阿富迪夫卡前线 昨日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基附近击溃了俄军的进攻 还抓了不少俘虏 哈尔科夫前线 双方在泽连、斯塔利查和沃夫昌斯克互攻 此外 乌军还在赫利伯克和210高地附近发起了进攻 目前战斗还在进行之中 俄罗斯方面 有迹象显示 乌克兰SBU的远程无人机 袭击了新罗西斯克的俄国黑海舰队基地的未知目标 明天应该有战果出来 此外 在俄罗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别列佐夫斯基 一座面积2000平方米的燃料和润滑油仓库正在燃烧 俄乌战争爆发第862天 乌克兰总参谋部公布过去24小时 俄军战损如下 歼灭俄军1200名 累计俄军54.75万人被歼灭 俄军伤残与阵亡人数比例约为1比1 摧毁9辆坦克 17辆装甲车 65门火炮 两个防空设备 73辆油罐车和后勤重载车辆 4个特种设备 摧毁26架大型自杀无人机 6枚导弹 本人综合各方面信息粗略估算 乌军官兵损失约13.6万人 其中死亡与重伤人数为1比1.5 另有约2.1万名乌克兰平民遇难 再来看看其他消息 泽连斯基7月3日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 回应了有关特朗普和平计划的问题 泽连斯基指出 任何和平计划都不能侵犯乌克兰的主权 泽连斯基重复了之前多次说过的 如果特朗普知道如何结束这场战争 他今天应该告诉我 我们想知道是否使乌克兰的独立受到威胁 使我们失去国家地位 泽连斯基表示 停火不会结束战争 我们已经经历过了 那只是冻结战争 泽连斯基指的是 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半岛 并占领顿巴斯部分地区后 在德国、法国调解下签署的明斯克协议 泽连斯基同时表示 美国两党都支持乌克兰 他对此表示感谢 并说他准备好了与特朗普会面 听取其团队的建议 我们想知道 11月时我们还能否得到美国强大的支持 还是得准备孤军奋战了 泽连斯基还驳斥了有关乌克兰和俄罗斯军队 在战场上陷入僵局的说法 他表示 乌克兰军队在人力方面 比几个月前处于更有力的地位 何时反动大反攻取决于各旅的装备 特朗普在几天前与拜登的电视辩论会上 嘲讽乌克兰拿到了很多美国武器 但从未打过胜仗 正在美国参与筹备下周举行的 北约峰会的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伊尔马克 当天在华盛顿对记者表示 无方愿意听取任何关于如何在战争中 实现公正和平的建议 但我们不准备在非常重要的原则问题和价值观 做出妥协 如独立、自由、民主、领土完整和主权 伊尔马克还说 乌克兰将游说美国新政府继续支持乌克兰 并称乌克兰在华盛顿得到了两党的支持 民调显示 大多数美国人在经历两年战争后 仍然支持乌克兰 俄罗斯国防部长安德烈·别罗乌索夫 在7月3日举行的独联体国防部长会议上表示 普京最近宣布的欧亚安全结构将涵盖所有活动领域 并无一例外地向所有欧亚国家开放 别罗乌索夫强调了俄罗斯、白俄罗斯联盟国 吉安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独联体和上海合作组织 在建立这一新的欧亚安全架构方面的重要性 在我看来 俄罗斯军事上能依赖的只有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 这三个世界五流军事强国 荷兰新任首相书夫誓言支持乌克兰 并猛烈抨击俄罗斯 在上任后的首次讲话中 书夫承诺继续为乌克兰提供财政、军事和政治支持 他说 在国际上 荷兰是欧盟和北约中值得信赖的参与者 并且将继续如此 我们深刻认识到 这两个组织是我们安全和繁荣的基石 就我个人而言 保护我们的自由和整个生活方式 必须是国际安全政策的绝对首要任务 这一点是绝对清楚的 我们不应该天真 从这里飞几个小时 那里正在发生一场可怕的战争 俄罗斯不关心人的生命 现实情况是 我们必须为长期以来无法想象的情景做好准备 仅仅因为这个原因 一个高度繁荣的荷兰根本无法孤立地运作 我们不会这样做 乌克兰可以继续依靠荷兰提供财政、军事和政治支持 北约2%的标准已经实现并得到法律保障 此外 荷兰政府将遵守我们签署的所有国际条约 无论是在欧盟范围内还是欧盟范围之外 正如他应该做的那样 梅德维杰夫说他不清楚 吕特为何会从一个温和的人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反俄人士和大西洋者 那么他可能同样不知道舒服为何会和吕特一样 而事实上 我们知道他知道 他也知道 我们知道他知道 如果一个国家被另一个国家敌视 那么这可能是对方的问题 如果一个国家被几十个国家针对 那么需要反思的应该是他自己 是非有时候其实就是这样简单明了 《泰晤士报》报道称 北约官员正强烈怀疑俄罗斯海军可能对欧盟在北海周边的重要潜艇设施进行了秘密布雷 这种怀疑基于从管理关键石油和天然气钻井平台 管道 电力和电信电缆的公司获得的数据 虽然暂时尚未发现俄罗斯军队在北海破坏海底电缆的整局 但开展初期 在英国附近的一条海底电缆上发现了爆炸装置 《泰晤士报》查阅船舶日志信息后发现 在过去十年中 有160多艘俄罗斯非军事船只在北海的敏感设施附近 进行了945次刻意活动 其中至少749次 在北海海底管道一公里范围内 72次在海底电缆附近 124次在铺设海底电缆的区域 如果俄罗斯人想破坏通信系统 窃听或操纵通信电缆 那么他们对电缆和管道走向的了解是至关重要的 《泰晤士报》还指出 俄罗斯情报部门的海外行动 规模达到了冷战后从未有过的规模 随着数百名以外交身份作为掩护的俄罗斯特工 被欧洲驱逐 莫斯科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赖外国公民 尤其是犯罪组织来重建其特工网络 《每日电讯报》则报道称 俄罗斯军队对北约军工飞机进行了电子干扰 在今年1月1日到4月30日期间 总计有63架英国军用飞机 在东欧上空执行了504次军事运输和侦查任务 其中142次遭到俄军GPS干扰 俄军的GPS干扰站设置在其飞地加里宁格勒 欧洲腹地 英国国防大臣戈兰特·沙普斯 在今年春天从东欧返回英国时 其坐机也遭到了俄军的GPS干扰 戈兰特·沙普斯称 《每日电讯报》的报道 是俄罗斯鲁莽行为的又一个例子 并进一步证明它是一个不受控制的敌对国家 很明显 在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后 俄罗斯和欧洲的敌意在不断增加 尽管克里姆林宫不断宣称 不会入侵北约成员国 但很不幸 西方对克里姆林宫的诚信 持强烈怀疑态度 在接受《图片报》采访的时候 瑞典国防部长鲍尔·约翰森宣称 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是俄罗斯侵略行为的结果 并表示他坚信克里姆林宫和普京本人都意识到 他们会输掉这场战争 为此 俄罗斯非常希望在政治上分裂我们 无论是在欧盟还是在北约 我们看到这一点 我认为目前乌克兰是对抗俄罗斯军事扩张的防护盾 如果这个盾牌倒下 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耐心或意愿投入足够的资源 继续支持乌克兰 对我们的威胁肯定会增加 此外 保尔·约翰森还表示 俄罗斯不敢攻击北约 这会让俄罗斯彻底输掉 但没有加入北约的其他欧洲国家 诸如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 则可能面临更大威胁 而北约现在能做的 就是专注于威慑和防御 支持乌克兰就是保护西方 乌克兰政府对此自然也是深表赞同 在稍早些的杜布罗夫尼克峰会上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表示 乌克兰的胜利意味着 俄罗斯不可能发动新的攻击 在特别军事行动之前 俄罗斯军队可以肆意在西部边境附近 进行军事调动 试射导弹 现在 俄罗斯的军事力量 几乎全部被投入到了乌克兰战场 不要说在西部边境附近增加军事存在 反之芬兰和瑞典等国加入北约 甚至连西部边境附近的驻军和装备 都在不断被送往乌克兰 而西方 确切说是北约 则在不断加强军事准备 谁也不知道莫斯科接下来会对谁再发动一次特别军事行动 芬兰广播公司也有报道称 根据两国政府间的防务合作协议 芬兰将向美国军队开放15个军事基地 芬兰议会一致批准了两国之间防务合作协议 预计瑞典也会向美国军队开放多个军事基地 而且 必要的话 芬兰和瑞典还会允许美国在其境内部署战术和武器 参考其他国家的做法 这些战术和武器平时由美军负责保管和维护 但在战时 则可以有所在国的战斗机挂在使用 为此 芬兰和瑞典两国可能会对若干战机进行升级 以具备挂在美国战术和武器的能力 甚至为此专门购买美国战斗机进行改造 当然 真要到了使用核武器的时候 哪怕是使用战术核武器 战争恐怕就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相比之下 西方目前正在参考乌克兰战场的经验 为与俄罗斯军队可能爆发的高强度消耗战做准备 波兰 立陶宛 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四国 呼吁欧盟在其与俄国和白俄罗斯的边境 修建一条700公里长的防线 以保护欧盟免受莫斯科的军事威胁和其他有害行动 各国表示 该项目旨在保护欧盟27个国家和4.5亿人口 需要所有欧盟成员国的资金支持 一些欧盟外交官估计 在欧盟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700公里边境 修建这样一条防线的成本约为25亿欧元 近日 梅德维杰夫在圣彼得堡国际法律论坛会议上又出狂言 要向国际刑事法院宣战 因为几天前 国际刑事法院以战争罪名 向少伊古和格拉西莫夫发出逮捕令 自从既以厚望的儿子被美国驱逐出境之后 梅德维杰夫由自由派姚申怡变为民族主义者 终日借酒交仇 发表一些疯狂言论 遭到世人耻笑 国际刑事法院所在地荷兰海牙 与俄国中间隔着白俄 波兰 德国 以目前俄乌战争中 俄国军队的不堪战力 可能人都打光了 都未必能推到乌东重镇斯拉维扬斯克 怎么可能打到荷兰 难道要派出精锐空降军 再次重演史诗般的教科书级别失败案例 安东诺夫机场空降突袭悲剧吗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可以的话希望你可以帮我点赞订阅 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留言分享 谢谢你的收看 明天和大家再见